看看這張照片 大家能否發現有什麼問題 這張照片只是街市 街市,舊時我們入街市都是自出自入 但自從武漢肺炎之後 加上這個擦和時代 跟中共玩這個動態清零 在街市安心出行 不僅僅要找人守住 守住,看你有沒有做 安心出行 如果沒有擦,有張桌子 叫你登記 街市上了年紀的人 又不登記,又不肯衝上去 跟這些人有衝突 首先看這張照片 看到日期是金人 我走過街市 為什麼街市門口 都不見了那些人 街市不是只有一個門口 有很多門口 很多門口 你見到他們也是守住門口 每個門口都有兩個人 最少守住 叫你做那些什麼 所謂安心出行的事情 又隨時會檢查你的手機 現在你看到很多這些 街市現在真的自出自入 很奇怪 很奇怪 問那些師奶 買東西的師奶 買東西出來的師奶 他們經常到街市 說 為何不見了那些人 搜住門口的人 那些師奶跟我說 是近這幾天 是見不到他們 另外有些師奶 主動過來談幾句 說有些街市 有別的地區的街市 早幾個月已經 不見了這些人 互相通報 究竟你住在那區 你附近的市政街市 是不是已經沒有了這些人 守住門口的人 是不是沒有了 什麼時候沒有了 那你看回 我先來 其實我自己很少入街市 吃東西都不入街市 很多年都沒有入街市 我通常買東西 都是在超市買的 因為超市 第一樣東西 乾淨 真的服務態度好 甚至那個 你想想 超市可以用Visa 甚至用很多電子貨幣 街市很多地方 都用不到電子貨幣 例如你走族 好像你買魚 買其他東西 真的把錢 隨時傳出 有血跡 這東西也是很髒的 所以 就算吃東西 你看到街市的環境 吃東西都是不理想的 都是髒的 所以我都沒有在街市 吃東西買東西的 你看回 就說在超市買東西吃東西 超市買東西 就是回家煮東西吃 其實現在我去超市 的時間都少了 那什麼時間 去哪裡買東西多呢 就是網上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的好處 第一件事 你可以知道 食物的來源地 甚至有些網上 有些特價貨 它真的是特價的 因為你買了 你買了 十幾二十樣東西 你看回總數 你可以逐件 用計算機 按出來 按回對不對 但是超市 有沒有發覺 有些特價貨 明明是特價貨 它不知道是否改不及 還是什麼 它在收銀 都是原價的價錢 要跟別人聊 又要搞一輪 所以你網上購物的好處 第一件事 可以看到來源地 亦都可以 真是特價貨 你可以算到 最方便的東西 就是可以送到你家 你可以多買一些 網上購物的不好處 但好處是送到你家 跟超市不同 超市可以買一件東西 就可以 可以出去 現在你看到 現在這個情況 你看到街市裡面 沒有了這些人 有些人說 是不是相反 反對聲音大 因為你看到 自從搞這個 所謂安心出行 然後強制市民 入街市 用這個安心出行 然後用這些人 又要監控 就是入街市市民 肯定跟這些相反有衝突 跟這些相反有衝突 第一個層面 看回這件事 就是說 相反沒有生意 因為你看回街市 很多街市 外面 都有東西賣的 雖然賣的價錢是貴少少 沒有街市那麼便宜 但都可以在外面買的 亦都可以造成損失 因為你搞這麼多東西 其中一個原因 我猜就是這些相反 做不到生意 跟這些人有衝突 這些人有壓力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這件事 先看到日期 這個叫2022年 10月14日 和9月 11月都是2022年 講來講去 就是這個叫做財政赤字 你看看這些標題 香港的預算財政赤字 恐達年初預估的三倍 經濟學家料 財赤迫近16億 你看看這個自從武漢發現 很多國家都出現財政赤字 因為一天就封城 你封城自然的經濟 打擊的經濟 你這樣封下去都不是裝殺的 封來封去 其實現在那個叫做 去到Omicron也好 基本上就像這個叫做感冒 很多國家都不封 放寬這個經濟 都要搞這個經濟 特別這個港共 你能看到是香港很禁 這個叫做中共 都是做所語的清零 但是他根本不太禁 但他最近都不禁 自從塵仔下台之後 即是自從這個李嘉超上台 接著他入都開始說放寬 零價 О 多數 其實都放寬 很明顯就是 你看看飯 你那個財政赤字這麼大 你都要開完截留 開不到就截留 好像之前的街市那樣 這些街市請這些人回來要付錢的 付錢就是阻礙街市做生意 看到現在的財政 他是不是要截留 是不是要將這些人不再用這些人 街市可以自由出入 我們舊市都是這樣 看回這個叫做武廢 做這個叫做清零 看回很多時候 你這樣做清零 你叫很多什麼酒吧 健身室美容院 甚至食肆都做不到生意 做不到生意的時候 很多公司都要 真的沒有收入的情況之下 加不到稅 加不到稅沒有收入 你還要補貼他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武廢 第二個原因 最大的原因 你看到香港的赤字 就是跟這個叫做 所謂這個叫港版國安法 來到之後 整個香港 所謂叫做 司法獨立 基本上清零 清零 清零沒有信心 很多人 你看到賣樓的 繼續賣樓 你看到之前拍照 那些移民盤 以前沒有那麼多 現在真的一個窗戶 來講 很多這些移民盤 就知道香港市民 都會移民 回流回來的都會走 就是你看到 之前這些港共 說外面移民了出去 那些人 會回來 是怎樣吸引你回來的 問題上 你現在這個香港 怎麼會有吸引力呢 只是這個 這個叫武廢疫情 就會過的 但是它那個叫做 港版國安法那些 才是致命傷 所以你看看總括來說 見到這個財政赤字 就是這個 港共一手一腳 自己 經常都說 拿起石頭枕自己的腳 又是重複那句 見到之前那些街市的照片 究竟 你 住在附近那些街市 是不是已經見不到 好啊 這些在街市門口 守住 就是要你做什麼 做什麼 才能進街市的人呢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